12月20日 美國空軍派出B-52戰略轟炸機和F-22戰鬥機飛往韓國 與F-35和F-15K戰鬥機進行聯合演習 這是他們對朝鮮最新的武力展示 目前駐紮在日本沖繩的F-22猛禽第五代隱形戰鬥機的參與 是自2018年5月 盟軍在韓國舉行聯合演習以來的首次參演 聯合演習是在朝鮮發表聲明 譴責日本新安全戰略中概述的軍事集結 稱其危險並誓言採取反制行動 同時還警告 即將進行另一次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後數小時舉行的 朝鮮12月18日在其東海岸發射了兩枚中程彈道導彈 稱這時對其希望在4月完成的偵查衛星研發的重要測試 第一次準則局所謂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